老师好 今天用七星飘 钓到传统钓了 那关于这个传统钓 很多钓冬天比较喜欢的 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传统钓比那个台钓 要冬天效果好一点 那实际钓的时候 像这个传统钓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传统钓就是说七星飘 一般会用七星飘 长杆短线七星飘 那么七星飘其实它也是需要调钓的 那么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有相关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专门拍过一起 对 七星飘调钓的视频 另外呢 七星飘钓鱼的话就是说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实际使用的时候 对对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七星飘一般使用情况下是纯统钓 长杆短线 对吧 长杆短线 那么大家大部分都是冬季的话 因为鱼的活动范围比较小 那么多打几个窝子 三到四个窝子 就是人去找鱼 对 对对对 三到四个窝子 那么你打了三个四个窝子之后呢 那你这里肯定是会碰到一个水深水浅的问题 窝子的深度不一样 对 它那个水的深度不一样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 呃 通过这个七星飘啊 就是我们 很容易的就找到这个水深度 不同的窝子的深度 嗯 那这里呢 我们像 如果说我们掉潜水的时候 嗯 我们呢 调好之后呢 一般是以这个中间的这个红色的为主 是上面三个 下面三个 嗯 下面的三个呢 一般是 呃 存在水里面的 没在水下面 对 它这个是用来牵引这个线 嗯 啊 这个这个主线 崩子 对 嗯 那么水上面的呢 就是一个浮标 呃信号 嗯 通过看 观看上面的浮标信号 就是以这个红豆 一般来说购买的那七星飘的话啊 以这个红豆为那个在水跟那个水下跟水上的分界点上 对对对 它是6加1嘛 嗯 就是一个7个 嗯 那么水浅的地方呢 我们说是 呃 可以呢 把下面这一个 比如说我这里是一米的水深 嗯 我找到 找到了水深之后呢 我可以把下面这个固定不要动 这是一个掉潜水的 嗯 啊 掉潜水的 那么 我要掉深水的话 我就把这个 往上推 像我这上面这里有一个啊 嗯 这上面一个就是一个深水的一个 范围了 那上面这个固定之后呢 我们也是把它调出来 调出来这上面三个录在水面上 嗯 这个作为一个临界点 嗯 那么下面这两个呢 在水里面 啊 但是它其实也就是说它 其实同样的它也是三个 只是这这第一个跟第二个中间的距离拉开了 啊 就是说你最下面的颗就不动它了 待会如果说从深窝换过来的时候 就把上面的上面中间的五颗一下就行了 对对对 就 这个固定是为了那个 最潜水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为了掉潜水 嗯 它是作为一个标准 嗯 待会 比方说现在你掉深窝哈 你现在全部移上去掉深窝了 啊 然后你要掉前窝的时候 呃 最上面的颗不动了 啊 对对 然后中间这五颗啊 啊 往下移 往下移 对 移到移到这个附近啊 就可以掉潜窝了 对对对 啊 这是 然后 从潜窝换到深窝的时候 就这个也这个作为标记了 最上面的颗 对对对 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红的以下 嗯 它同样的是在水里面 它同样的是三个在水里面 嗯 这三个呢 也还是在牵引你的走线 嗯 然后我们观看呢 就是看这上面三粒 嗯 啊 这个浮标的动作 啊 就是 就是最上面那个漂洞 跟最下面那个漂洞 嗯 就设定了一个上下线 对对对 啊 固定一个范围 一个深水浅水范围 嗯 然后我们 呃 掉深窝分的浅窝里面的话 我们记这两个作为标准 然后你就 你就在掉的时候呢 不用去 不停的去找水深啊 啊 嗯 然后这样固定的 你直接拉上来就行了 嗯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掉七星漂的时候啊 嗯 大家都知道就是用朝天沟啊 嗯 啊 比较比较是一个 传统的一个搭配方法 但是呢 朝天沟呢 它有 有一个缺陷就是啊 如果你的水底有酱层的话 有淤泥的话 对 有淤泥有酱层的话 嗯 它这个千缀呢 它会直接就扎到酱层里面 就是那个沟饼上 自带的那个千坨啊 对 它的沟子跟千呢 是捏在一起的 嗯 然后它会直接扎到酱层里面 嗯 那这样的就会造成一个鱼呢 它找不到辣料 嗯 那当路过说 我们比如说像一些河道啊 大家都知道 就是常年没清理过的 嗯 嗯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判断底下有淤泥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千坨 嗯 活动千坨来固定 那么 那么我们要选择的就是一个 这一段距离的长短 嗯 降层呢 如果说稍微浅一点 那么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距离放的浅一点 嗯 短一点 对 短一点 嗯 那么如果说降层比较深 有十公分啊 十多公分的这种情况下 嗯 你就是判断底下有 有鱼心啊 嗯 然后没有鱼咬沟的情况下 嗯 那么就说明了这个鱼呢 还是没有要找到辣料 嗯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千坨呢 再把这个线 下面这个 这段线拉长一点 就千坨离钩子的距离 啊 大一点 它千坨呢 它是 呃 是重量嘛 嗯 重量它就扎在降层里面 嗯 那么这个的上 钩子呢 它会挂着蚯蚓 它就会浮在这个 降层的比较上面的这一层 嗯 那么鱼在早饵的时候呢 就会好早一点 嗯 这样是一个 呃 另外就是说如果是钓盾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拉长一点 就有小鱼那的时候 啊 就如果说那个水底是沙底啊 或者说石头底的话 嗯 那就可以用草天钩 嗯 对对对 像一些水库的话 啊 我们知道下面就是说一些石头啊 一些沙底啊 嗯 我们就可以用草天钩直接钓 嗯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挂蚯蚓的时候啊 嗯 那我们冬季钓鲫鱼用的钩子呢 也比较小 嗯 啊 那么我们呢 如果说有小蚯蚓的话 你就尽量的挂小一点 嗯 因为你挂的 如果说你一整条你挂了一段下去啊 只挂了这么一点点 那么鱼在吃的时候啊 嗯 他要先把这条整条蚯蚓吃到嘴巴里面 然后再来吃得到你的钩子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很多假的动作 就是他只吃到蚯蚓 啊 然后再拖动 对对对 包括一些 其实钩子是没进嘴啊 对 包括一些小鱼啊 他就拼命的喜欢在下面去扯这一段 嗯 啊 扯这一段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看得到这个扶标动作不停 嗯 然后就是种不了鱼 嗯 所以呢 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蚯呢 掐断 啊 分断了 啊 那如果说有小一点的话 你可以挂小一点 嗯 那这种大条的 我们可以把它掐断 嗯 掐断的话 我们就直接从这 它这个断口这里面挂进去 嗯 把它挂进去 然后留着他那另外一一段出来 就让他自己在下面流动 嗯 啊 还有一个就是呢 如果说大条的呢 比较活跃 太活跃的那种啊 嗯 在在泥底的话 他还有一个喜欢往那个水底里面钻 啊 就自己钻下去 对 往泥底里面钻 嗯 所以我们呢 以前呢 小烧钓鱼都喜欢稍微的拍一下 让它就是没那么活跃 嗯 但是它又不死 嗯 嗯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有这么一点点 它同样的下面 另外一段 它下面呢 不停的动 嗯 对吧 嗯 但是它就不至于会钻到那个泥底里面去 嗯 鱼在吃的时候呢 也比较容易进嘴 嗯 如果你一整条下来的话 就鱼啊 要吃半天 嗯 吞半天 然后才吞到你的钩子 对 夏天都还好啊 开口大一点 对对对 这是蚯蚓的那个使用蚯蚓的方法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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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